不管對手是誰都要全力以赴 中華隊在亞錦賽預賽的最後一場比賽 五局是以十七比二 攻得了香港 贏得了預賽的全勝 而這場比賽呢 雖然先發投手賴嚴峰 首局丟分 讓大家有一點點的緊張 不過沒關係 紅色大炮劉基鴻是即刻救援 本場比賽敲出了4G安打的猛打賞 包含了一發兩分炮 成為中華隊活力的最大來源 拿出我們最好的實力就是軍中對手 然後就是把球擠確實這樣 因為他們球速沒有那麼快 所以我們就要特別去適應說 就是比較慢一點的球 對 然後上一場也比較慢 然後就有做調整 就慢慢把球拉進來 大家優勢就是 大隊隊有辦法串聯 然後速度上都有給索貝爾壓迫這樣 結果這三場比賽我相信大家 會更專注 會更同一條心 這樣的感覺 整體來講都算優等 可是昨天對巴勒斯坦 後面都有些急躁 沒有把自己的好球帶設定好 那今天一開始有跟他們提醒 那今天在打擊上的 我們在確實急球上就做得更好 中華隊在打完香港之後呢 立刻就要啟程回到台北 因為接下來 首先在十二月七號 就要先回到台北大巨蛋 來重新再一次的適應場地 緊接著十二月八號 我們就要碰上了 B組第一的強敵日本隊了 總教練谷李建復也表示 希望球員可以維持好感覺 繼續朝著連勝邁進 以上是陳清順 劍亞方 在台中洲際棒球場的報導 哈囉 我是莊蕙琦 想要搶先掌握最即時的新聞資訊嗎 趕快訂閱按讚 開啟小鈴鐺 鎖定華視新聞 YouTube 頻道